Hello,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来到桑普论症这个节目 今天我试图改善一些我自己录音的一些设备 希望大家听到这个声音比以前好些 当然就是逐步改善,要花时间花精力 希望大家都多多包含光华商场买了一件这样的东西 这件东西可以帮助到声音比较美一点 听说应该是好些,如果有什么意见可以留言给我 我都希望尽力将一些有关的设备做得更加好 这是我一直的目的,我放在这个前面就可以收到音 应该声音都不错,希望大家都喜欢未来的节目 少些集音,也多些好些的音韵 528星期二我尽力会去到现场跟大家做一些直播 这个星期二我会到台南一趟 因为政府方面有一些讲座给在台港人 我都希望在那个地方了解一下在台港人的声音 和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些政策的发展 所以我会到台南立即回到台北 去现场跟大家讲一讲最新的情况 希望大家都继续收看这个搜谱频道 comment like share,subscribe youtube,patreon 就会将它撥捐台湾香港协会 希望大家每月定期定额捐款 希望大家能够看完广告 利用superfans function赞助支持本人 多多亿线小事无拘 我们今天讲两件事 一件事就是说有一个关于陈翘先生的一个讲座 就是在香港的 你知收看我节目的人 其实我知道绝大部分都是香港的 在香港的 又怕有政治不正确 又怕是take along sample 人家就会有很多问题 不要紧要 继续看这个节目 但是这些活动推荐大家参加 你去参加不需要响我朵 照样可以参加得到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关于陈翘先生的一些讲座 香港新闻博览会 根据消失档案的Facebook显示 香港新闻博览会 举办 缅怀新闻摄影泰斗陈翘先生 镜头下香港历史点滴的专题展览 展出陈翘先生任职摄影记者时拍摄的经典相片 以及作品背后的故事 等到公众能深入了解陈翘 透过镜头记载的香港历史点滴 陈翘先生主题的摄影展 启动前6月1日 举办专题讲座 由政府新闻署前助理署长谭石阳 南华早报前采访主任陈家耀 回顾昔日与陈翘的工作点滴 和陈翘的新闻摄影作品 缅怀新闻摄影泰斗陈翘先生 这个讲座是《缅怀新闻摄影泰斗陈翘先生》 这个讲座在今年的6月1日 即是来近这个星期六 时间是下午3点至4点半 在香港的中环必烈者时阶 2号香港新闻博览馆的一楼举办 当然要登记 就可以看回在消失的档案里面的 这个登记的连结 可以做现场讲座的登记 和网上讲座的登记 即使各下在香港以外 都可以做网上登记 今天讲者就是两位 当然不会是陈翘先生 他已经是假学先游 他已经上天堂了 但是两位的先生 政府新闻处前助理处长陈錫阳先生 和南华早报前采访主任陈嘉耀先生 主持的是香港新闻博览馆前行政总监 许有明先生 这一位呢 我们希望大家都鼎力去支持这件事 其实有关的一些 网上的报名可以在 《消失的档案》的Facebook 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有关的一些资料 我也都将有关的资料 放在我这个 这个thumbnail 即一个cover里面 希望大家都知道 希望大家努力去 预先报名去做 这个香港新闻博览馆 蔡马会资讯 掃养公众教育项目 很多人就说 又在那里套红帽子下来 就说呢 香港政府容许扮这些地方 又找回了什么 南华早报啊 找回了政府新闻处啊 找回了这样的各方面的人 记住这些都是前的嘛 很强的这个前字 港英时代的官员 港英时代的南华早报 他一直跟着陈翘先生 拍摄这么多的一些相片 所以你想一想 这些情况 你怎么可以说 是一个共狗去做的事 跟着呢 将陈翘啊 《消失的档案》 和支持这个讲座的人 全部等同为共产党的间谍 或者共产党的同路人 或者共产党的支持者 是荒谬的 我再说一次 陈翘1993年已经退休的了 他的作品是去到那天为止的 93年都未去97主权移交的 OK 他经历了什么呢 英女王访问香港 OK 第一次访问香港 接着很多次的风灾 雨灾 接着看到六七暴动 这个看点就来了 看看当日会不会说到六七暴动啊 另外也都看到李小龙下出道的时候 很多的照片 也都看回到中英联合声明啊 有关的一些照片 那他当然呢 就是在香港那裡 跟着很多的 由这个戴伦子 麦里浩 一路去到这个尤德 一路去到魏逆逊 去到这个彭定康 他都看到很多东西 彭定康是92年做总督的嘛 93年陈翘退休 所以他整个过程 他看得很清楚 他用他的照片记录很多东西 风灾雨灾 很多个大船入港的时候 各方面的消息 无论是天灾人祸 少不了 新闻 新闻就有 陈翘先生的蹤影 那么 我们要尤其着重看的就是说 这个 港座 这个个半钟头 六月一号 三点至四点半 港座 会不会说六七暴动呢 大家自己去看看 或者有些人想说 要欲言又止 又好奇葩 半姐面都不顶 这个就是香港 这个是和整个大环境无关 但是 第一 不要再说南华早报 政府新闻处这些抹黑 整个陈翘先生的过程 你问任何一位 就是一个支持民主自由的 也都是基本上内心反共的记者 都会很清楚 这件是什么的事 第二 大家知道 很多人在怀疑罗恩惠女士 我觉得是一个很无聊的一件事 这个怀疑是很无理由的 比如说 亚视你不是听过陆君子事件 各位 那你自己上网查一查 什么叫亚洲电视陆君子事件 就是看八九之后 有一班在亚视工作记者 因为抵挡着很多高层的压力 然后愤怡拜拜 这个就是因为他们要播出八九六四的真相 因为他们要求真 才要在人生里面要转跑不同的轨道 如果你认为这样是等于支持共产党的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反共 如果你这样看法 你看看为了一个真相 可以牺牲自己的新闻记者的前途 尤其是工作 事业的前途 都可能有很大的转折 都宁愿去坚持新闻的专业 我希望大家明白 这个就是做个新闻记者 应该做到的事 那么久以来 他为什么揭发六七 其实很多东西 和屈永妍的相识 罗欣慧女士都说得很清楚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画明画暗 这样去抹红 一些不应该抹红的人 善恶不分 中间不变 是非不明 是这个世代很多人 在这个网络上的一种通病 不知道哪些人是用来带风向 哪些人是用来说真话 行公义好怜悯 是我们很多人的愚昧 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些事 那你说 现在这样的讲座 香港都举办到 证明整件事 完全是共产党默许的 我想这是紧如香港的自由 即是这件事 不牵涉到什么国家安全问题 都是怀面过去常陶醉 一半旧事 一半令人流泪 既然是这样 那不如好好地做好 这件事 能够在这个有限的空间之内 将以前香港的真相 告诉大家 这个就是我们缅怀的地方 陈翘先生93年已经离开了中国 他已经离开了香港 去了加拿大定居 那你想一想他整件事 怎样 怎样投贡呢 请问他在哪个时刻 曾叫投贡 罗欣慧怎样投贡 是吧 他和屈永然相识 我给回罗女士解释 我知道他里面很多东西 就是说 屈永然觉得 罗欣慧原先拍段这样的片 有助于平反六七暴动 OK 最后的结果就是说 事与愿违 因为罗欣慧 坚持讲真话 行公二号年文 拍出来的这个消失的档案 整班左派 包括罗欣慧在内 是很失望 極不收货的 接着不断在不同渠道 在狂闹罗欣慧 你说屈永然有没有介绍过一些对象 就是一些人士被这个采访 被这个 罗欣慧认识之后采访的呢 有 开始的时候以为是这样的 但后来你跑出来的结果 绝对和屈永然的想象完全不同 这个就是事实 你看回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的 你看回这个罗欣慧的 屈永然讲的东西 基本上和我讲的应该一致 里面的细节 你看回里面的东西 人事事理物 其实那个框架就是这样 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说 不要这样想 那你可以说 罗欣慧 会不会有些事实搞错了呢 会不会有些事情 是调查得不清楚的 如果你有提出华疑 可以的 每一个科学的东西 都会被人提出华疑 那我们就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那每一样东西 我们就通过客观的论辩 来看看罗欣慧讲的 是否道理 我看到现在呢 我会觉得他讲的说法 每一样东西都是採访 不录 有书面的证据 影像的证据 人和他讲的东西 那人和他讲的东西 是不是那个人 真诚 讲真话 那这件事 你可以去批评 不要紧 但我觉得这件事 就是说他收集了这么多东西 摊开在一个地方 给大家看 这个就是一个reporter 一个journalist 一个新闻记者的本色 一个journalist 一个新闻记者的本色 那我希望这件事 对他的抹红可以停止 还有如果要批评一件事 要聚焦一件事 我就上次的节目 已经讲得很清楚 我不想这件事 拆开去到 对每一个香港的海内海外的评论人 平头稳足 跟着就是说分党分派 达成明的暗的 有些人想 即是同室操歌 或者说 我们要讲清楚 哪个人好 哪个人不好 其实你我心里有数 对不对 我们很多东西都是心里面 都比起星星相识 大家知道哪些人是可靠 哪些人是不可靠 那这件事 我们都不会一棒打死所有的人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有机会 他有改过自身的机会 当然 你问我 他们很多人都不想改过 如果想改过的话 去到今天 整件事已经一个月了 满月了 这个劉世良夫妇 和John Snipp 有过来 将对公众 讲清楚 说明白呢 有没有真是 对于陈翘的 遗属的 侮辱 或者一些 傲慢的词语 予以道歉呢 有没有将 违规侵权 违法侵权的书籍 去销毁 去停止出售 甚至没有 停止宣传 而且呢 全部将他 不再展示 没有嘛 他继续会做这件事 他认为自己是对的嘛 他自己是 经过 这个 陈翘先生的授权的嘛 而这件事是 指 虚 污 有的嘛 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嘛 你在整个 法律论述里面来说 最基本的地方就是 即使他有授权 他已经撤回了 而你在24分钟的片段 大啦啦跟你讲清楚 陈翘先生 一次当面跟你 在中式的酒楼里面讲一次 一次就是之前 在电话上讲一次 我反对你出版 你说陈翘就要讲粗口 粗口不是重点 有没有粗口都不是重点 我不是和理非非非的 我就说陈翘先生 有没有讲粗口都好 你不要这样去监守什么 重点就是他反对 他反对 他反对已经撤回了 revoque了 那个license 即是说 口头没有书面的license 早已经没有revoque 你早应该 在2017年8月之后 应该要把所有的东西下架 但你不要 不要再讲什么外府 那些故事 找谁相信 OK 什么外府 是什么 你没有讲陈翘的 你说有人 就是 找你外府负气 滚搞他 搞到你很生气 对不对 那我就说 这些事 又没有证据 当然你说 有些事没有证据 你可以这么说 但我想 已经是不必 这些事 你没有指出是否陈翘这样做 即是你怀疑哪个人 是否陈翘打电话 去骚扰你的外府 是否真有其事 我本身是个大问号 如果你连 武秀权这件事都可以说大话 我难保你对其他东西都会说大话 这件事是一个合理的推断 这件事到现在没有澄清 继续笑面 迎人地做一切的节目 我觉得 心里面 不免感觉一阵寒意 我会觉得很难 你说 我是不是 这个人有没有不言论的自由 不讲话的自由 你当然有不讲话的自由 我只是说 你不解释 这件事就是 概观定论 拍板定案 当然 你说会不会未来几天 会有更新的资料出来 尤其涉及到 这件案件里面 无论是陈翘的家属 有他的说法 南华早报也有说法 不是南华早报 是南华早报 是威尔登康有说法 记协前主席 岑以兰也有说法 然后你看到 即使是黄勤带也有说法 等等 你说中桥呢 中桥护助会呢 2006年的出版 这本 即是原先的版 正版的摄影集 那个 有没有说法呢 他是不是应该出来说些东西呢 大家 四个大字 就是了 拭目以待 我都说了 更多的品格证人会出来 而更多 中桥不是品格证人 不简单 他整本2006年的书 是被2017年刘世良 抗命宣的上书局 基本上是copy的 95%以上完全是抄袭的 那这种重制reproduce 这种情况 会不会 涉及到一个侵权的行为呢 这个情况 就由很多人延伸说法 那我想 拭目以待 我很希望 鼓励更多的人 不止是中桥 甚至更多人 会将这些东西 说出来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 是对于市政来说很重要 很多人就说 那你就告他吧 告他最重要 我再说一次 告人家是最后的法律手段 是一个权利 不是责任 亦都不是义务 既不是法律责任 亦不是法律义务 亦不是道德责任 亦不是道德义务 告人家是劳力时间风险 不确定性 全部加在一起 相当伤的 在香港告 或者加拿大告 本身亦都有争议的 去到那个地方 有香港告 是不是劉世良缺席審判 接着判他输呢 你是不是想这样呢 因为他回不了去 陈翘的遗属回到去 跟着你坐着 共产党帮你了 是不是想这样呢 是吗 你回不了去 如果你回到去 我才有怀疑你 你回不了去的话 你缺席default judgment 那些人民缺席裁判 那么就输硬了 哼 玩完了 有什么好说 那是不是想香港告你 因为你上书 过去2017年 那里方出版 你说加拿大告你 加拿大是不是那个法院 会受你的案件呢 所以这些问题 我就说这系列的问题 OK 并不是我现在要立即回答 yes or no 但是你说一定要告他 不要告他 不要在舆论上说 不行 OK 我们说的就是讲真话 行公二号年文 我们是讲事实 你有没有道白 因为我认为一个民主 支持民主自由 无论是大中华交 本土 如何都好 你反共的一个 所谓的评论人 是大家有个责任 就是坚持反共 基本的道德精神 就是真善美 去对抗假恶丑 好 共产党是假恶丑 如果你也是假恶丑 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支持 我支持你呢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就说 我们要面对这些事情 是必须要审慎的分析 那我会是很希望 大家能够 这件事不要拆开去 一些 一个QLA军下 就批评罗女士 接着B军就劝和 我上次讲过的 C军就说 哎呀不好意思 这件事不应该这么做的 就劝一下D军 D军就很不开心 接着在其他地方 就宣下宣下 帝下艾下 哎呀很不开心 接着E就觉得 这件事 就应该由他宣素 我会觉得 有很多东西 不要那么香缘 香缘 论语讲的 德之财 什么是香缘呢 是非不分 善我不明 只问亲疏 只讲和气 以和为贵 以为这样是最好的 实际上 未必是最好的 这样的搞法 万一我们在道德上 折道 不是一件好事 那你以为 共产党 现在有没有挑拨 分分钟有 透过不同的机器人 共产党的网军 无论是支持刘世良 反对刘世良 支持我 反对我的 都是我的地方留言 在他的地方留言 不断在他的地方 拉开矛盾 所以我们要聚焦 聚焦 再聚焦 这件事并不是 网媒上面的 各位评论人 各位优秀的同道 大家之间 在互相逢来逢去的地方 包括对刘世良在内 我们讲刘世良的案 这件事 我针对这件事 他有没有真的对得住 陈翘先生和他的家属呢 这个才是我们要问的地方 是吧 如果这件事他肯道歉 道歉的地方就是两件事 一件事就是对家属的侮辱 第二件事就是对书籍的侵权 我先不要说偷竊和诈骗 这些问题先不要上线 那是另一个层次 有可能存在 我没有说没有 也没有说有 这个地方大家要搞清楚 这件事要涉及到很重要的角色 Joyce Neap 要交代很多事实 里面很多人 我们需要一些人证 站在他自己立场 清心直说一些东西 有些东西未搞清楚 但可以很肯定 在2024年5月26日 相当肯定的一件事就是 整份2017年的《镜头下的历史》上书局出版的 是同2006年中桥互助会出版的《镜头下的历史》有95%以上是一样的 那些图片下面的中英文字是一样的 整本书本身上片一样的 是个序呢 陈翘先生的序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有某一个A军的序就换了刘军的序 就是刘世良的序 放进去 就是这样的 可能它的体积 或者面积 或者业数 差不了多少 但基本上 排列 各方面的整理 是一样的 我想请问 这件事 不是透过一个光碟 给你出版 可以吗 而请问 在哪个时刻 交这个光碟 交这个USB 给你 以这个USB 这个光碟 又去哪呢 你说那些已经用完了 已经授权给你了 是陈翘之后反口的 那我觉得这件事 是不是通呢 是不是 如果是真的通的话 请问你 有没有书面的授权 没有嘛 是口头 已经2017年8月 已经撤回了 已经反对了 为什么你还不出呢 这件事 已经end the story 这个story 已经end 玩完了 那你还要在那里咬 我会觉得很可怕 就是我们觉得做人做事的事情 就是面对自己的错误 不是面子大过天 不是骗局大过天 不是想用一个骗局的网 那么多年的运作 之后公固一季觉得很不舍得 然后死抱死抱这些骗局不放 我觉得这件事很可怜可悲 我再说一次 要道歉的 就应该好好道歉 OK 我虽然说了很多次 呼吁很多次 但是我偶尔会出一个节目 说清楚这一点 那么这一点是很值得大家关注的 那么另外我们看回 在罗恩惠女士的这个消失的档案里面 其实5月20日有一篇文章 就是差不多六日前有一篇文章 叫做仗义每多图九倍 富心多是读书人 那么我将前半部跟大家讲 后半部也起了一些所谓的 他和一些评论人之间的一些争议 那么那个地方我觉得 就是另一件事了 谁是谁非我先不论 但是我可以肯定 focus在刘世良夫妇的上书局 涉嫌对于陈翘先生的照片 和他的文章 以及甚至对于中翘出版这本书 涉嫌侵权问题 包括了照片 包括了文字 包括了layout等等的东西 照搬、照抄、重制、出售、出版、发行、宣传 请问这些是什么的行为呢? 那这些是侵权行为 那你说侵权行为 是不是民事上有问题的人? 那你说是否要告到他们坐牢? 告他坐牢呢? 不外乎几样东西 三样东西 你可以举个犯罪 你可以这样说 但是每一样东西 举正责任要很严格的 一个就是导舌罪 OK? 第二个就是侵权罪 就是你借了那些东西给你 借着一下不还 这叫侵权embezzlement OK? 盗窃罪 侵权罪 和诈骗 frog 这个frog就是欺骗一些东西 由始终是做个骗术、诈骗 骗回来的 那我们有很多人都说 这是一个骗局 OK? 那我们仔细地说 在这件事里面 的骗局究竟是否成立呢? 这三样东西是哪一样东西呢? 这一样东西是有待证明的 OK? 那有待证明的 点是什么? 我好希望 我极度希望 聂德堡女士 OK? Joyce 无论你身负 什么难堪的地方 或者你有些 精神上的挂爱 或者身体上的不方便 那也不要緊 如果你有办法 你还在世上 想说清楚那件事的 欢迎你说 你说的可能 我第一次听 我未必知道清楚你想说什么 但希望你能够公开说出来 不要说肖肖话 要将事实真相公开澄清 OK? 无论你受到刘世良夫妇的指示指导之下 说出来 因为不是 清心直说 是吧? 将你要说的好公开说出来 也不需要借用其他人的口 转述你的说法 这个是你的公众事件 而你已经成为公众人物了 这件事应该很清楚 你当然有沉默的自由 但我们有选择如何判断沉默的自由 OK? 这个就是基本原则 这篇文章 内恩惟写是这样写的 一个月前 陈翘先生入土为安 一起送行的老记者认识乔叔四十年 我们知道他晚年遭遇后悲痛暴言 上起明代官员曹河传的名言 仗义每多屠狗辈 父心多是读书人 2017年六七暴动纪录片 《消失的档案》出台 是一群新闻记者工作者送给香港的礼物 不者就是罗恩惟在记协四十九周年特刊 以真相是记者追求的唯一 分享了四年采访的历程 陈翘先生是被访者之一 亦都是同业们尊敬的前辈 这一年特刊的主题是真相 主席岑以沉根究底记者使命鼓励同业 又将陈翘和罗恩惠连结在一起 他说岑以兰是这样写的 半世纪前香港发生了一场暴动 今年九十岁的陈翘先生 当时是南华早报的摄影记者 游走在示威者之间冲锋陷阵 用镜头记录了这段历史 五十年之后 资深新闻工作者罗恩惠用了四年时间 在资料严重区乏 和几乎没有收入的情况之后 艰苦地完成了记录片《消失的档案》 还原六七暴动的历史 虽然乔叔和黄恩惠是跨越时空的两代记者 但共同的他们同样是记录 新闻和追寻真相的新闻工作者 接着罗恩惠说他自己1987年 在南华早报实习时认识乔叔 乔叔的高超技术 仗义厚度和品格有口皆碑 2013年他接受《消失的档案》采访 回望左派暴动 记忆回荡至旧香港的大街小巷 几十年后仍旧觸目惊心 乔叔被围毓入院 相遇后又回到前线继续记录 留下了不扭的影像 陈乔的影集被侵权 为何牵动人心呢? 因为这个案件关乎公义 真相和诚信 乔叔的知识产权被剥夺后 还要避受欺凌、侮辱 及至近日真相逐步揭开 当事人不但丝毫 无负义、无协议 还指挥信众、恶毒攻击 不者 就是罗恩惠 抹黑消失的档案 网页 誓要网页消失 又动员 例如Clara Chen 这种开户 只有一个星期的鬼币 在我们的平台广泛播读 大家要记住和注意 如果你看到Clara Chen 按进去看看 是不是开户只有一个星期 这些鬼币 第一 举报它们 鬼币是值得举报 大家不是举报楼世良 不是去灌爆其他KOL的网页 举报的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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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鬼币 在平台广泛播读 这些鬼币我认为 可能跟刘世良无关 极有可能是共产党后面摆布 这些东西攻击 譬如刘英伟有 就算攻击刘世良都会有 所以我就说 莫里这些闲言闲语 聚焦聚焦再聚焦 侵权就是我们要聚焦的点 整件事物记住 我们要非常focus在侵权这件事 整件事就很清楚 我们要求的就是道歉 消除影响 全面的道歉 真诚的道歉 消除影响 这件事是远的 这件事就不再追究 言者真真 听者妙妙 我明白 他不肯去面对现实 但除此之外 他不肯面对现实 我们就定期或不定期地 继续提醒大家 这件事未完 不要放过 无论这个人多聪明 这个人多有知识学问 多能够将很多的书包抛出来 多能够将九大鬼兜一叠 变成一叠很漂亮的菜 无论他这个人多有生意 头来口才多好 多多的朋友 我们问他只一句 是不是真 是不是善 是不是美 是不是侵权 是不是盗版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问的事 而事态已经这么明显了 经过这个礼拜 每次程式 每次能够更加 令我们确定他的盗版的时候 我们是否应该要 他 他的支持者 说服一下你那个 这个所谓的博主 或者专者 whatever you say it 那你就基本上说道歉 做回这个基本的事 这个不是交 这个是做人应该有的原则 而我们去抗共 反共 基本的就只得回这个精神资源 如果这个精神资源 趋折的话 那我想 很折舵 而当很多人觉得这个催截 没有所谓 以和为贵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们折舵的时候 是我们自己道德崩溃的时候 这个不是小龙社会DNA 以和所谓的 什么产平主义 羡慕妒忌 与此完全无关 和羡慕妒忌完全无关 我都不求 有突然之间更多的流量 或者更多的点击 OK 你就算不看我的节目 我都无所谓 我要的是什么 我要的是真诚的道歉 这件事就是 使共产党知道 我们care 真善美 而共产党最怕我们的care 而我们能够团结在真善美的周围 而不是团结在我的周围 不是团结在罗欣慧的周围 不是团结在刘实良的周围 或者那些我没有命名的KOL的周围 我们要团结在真善美的周围 OK I'm nobody 你可以不信我说的话 但请你真的能够用自己的眼睛去刷量它 去搞清楚的事实是什么 我再说一次 我不需要跟你说什么著作人家权 我不需要跟你说处名权 我甚至不需要跟你说很多东西 我只是说 已经有人 把2006年的书翻版为2017年的书 这都不是盗版什么盗版 中桥互助会和陈桥 没有任何的书面授权 没有的 口头授权 sorry 你说的有 而事实上 就算有 我再说一次 就算有 2017年8月两次陈桥已经撤回了 已经撤回了 跟你说我反对这本书出版 你还说粗口 你说人家说粗口 我说这个 你自己交由添草 无论真与强 有不同的书 你根本人家已经撤回了 那你还出版做什么 stop it burn them 不是burn人 将你出版的书章消毁 全数消毁 道版虽然不可以存在 那你也不做 那你说 那我以后面子怎么办 我哪里有面子再服众 我哪里还有粉丝见我 说我肯道调的话 怎么办 我以后陪到我云 我以后顽面无存 你做错事就承担责任 你商谱你很聪明 你没承担错事 那我做错事 我少少错事 你要搞到我这样 丁蟹啊 丁有康啊 做错就应 打就站定啦 你要承受的就要承受 是吧 跟着这Clara Chan的帳户 不知道哪个个摆布出来的 鬼帳户 看起来这么多狂风浪跌 接着你怪受害者在那里举捕你 或者在那里吵 但你不怪你自己家害人 是始作俑就是你嘛 对不对 Canny Boyce 大家知道这个不是鬼帳户了 大家知道他是谁 Canny Boyce 和他们的主人的得行 真是很离谱 什么老夜前老夜后 讲这个陈翘 然后讲一些东西 DLLM 那些什么 哇 真是 人前人后两个样 比起北者 就是 南一米过去十多年採访过的 左派更加坏 那我会这样说 那些左派也是坏 这些坏也更坏 我不要认为这些人更坏 我只是说 都是坏 OK 我不想比较 都是坏 都是不应该要有 OK 你不需要比较硬屎和软屎 哪个臭一点 是不是 你都不会吃的 我想就是这样 是不是 这个是基本的原则 希望大家运出真相 到现在 我为什么都要做这个节目 都要讲 就因为真相未明 以前说蔡天鳳 你说 嘿 暴风捉了很多东西 我都分析了我的框架 给大家听 这件事都未明 需要的时候 我们都会说 现在有一个 她的妈妈 可以保释出来了 是不是 变卖资产 不得而知 其实挺难的 这些情况 我们会搞清楚 这件事未搞完 这些刑事案件 或者这一宗侵权案件 未完 为什么未完 因为有人不肯去道歉 未完的 OK 但是你说 我的论述 差不多是结束 是的 但是我 我始终会认为 有更多的人 在未来几天 会有更多的事证 会出来 一旦有事证出来的时候 我就再跟大家报告 究竟是什么新的事情 如果这些事情 说到那么多 她都不肯道歉 那怎么办呢 有人说是否要告她 那你告 我都说 告她是家人的事 不是我的事 OK 如果那些人劝告 有人告的 就是 刘世良 告人家诽谤 Come on I'm in Taiwan Come on OK 不是什么事情都要告的 不是什么事情都要告的 而是这件事 是摆 摆事实 讲道理 是吧 将事实摊出来 和大家 讲道理 就很清楚了 所以不要 我不是说 现在 刘世良以后都不要开麦了 刘世良 你不说话 我要拘捕你 我没有这样 你当然有沉默的自由 但我有评价你沉默的自由 你今天不将事实讲清楚 玩完的 而你每次你做的事 很假的 你一件事是无可否已经玩完 你是不是以spin doctor spin 作为你自己的最 厉害的一点 曾荫权时代 中央政策组 你这件事 7分钟的影片 24分钟的影片 如果没有这两个影片 你不说话 你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说 可能这件事 现在到现在已经不掉了之 7分钟的影片 24分钟的影片 如果你说的话 是真诚道歉的 这件事已经结束了 但偏偏就是你7分钟的影片 24分钟的影片 开花 你有更多事情 让别人觉得 哇 这件事不是这样的 譬如以24分钟的影片为例 你最可笑的一件事 就是你竟然说陈翘 是两次撤回了他的授权 而承认没有书面的协议 只有口头的授权 今天已经玩完了 整个案子已经结束了 有什么要说 然后你说 哎不是 南华早报没有出声 他才是真的要告的人 那我说 那究竟告不过是他的事 有没有侵权 即是你强奸人 有没有是你的问题 那那个女孩 有没有要告你 是另一个问题 我只说是一个事 OK 那你南华已经有充分授权给你的 OK 那Let's see 我就自己告诉你 那你中桥互助写的版本 2006年的版本 你怎么计算 有些人就说 回避 不讲侵权的那句 就是说 嘿 你给回三万元 十万元 三十万元 给回这个陈翘的话 这件事就完了 他就算了 各位 陈翘家人有开口说过 要半分钱吗 这件事你觉得和钱有关吗 你觉得整件事 都这么凶狠 是因为好像你们 这么多人的心目中 将钱放在第一位吗 真善美 真相 公义 诚实 这些事情 你是不是觉得无所谓的呢 这件事有些大问题 OK 所以先说到这里 讲太久了 唉 生气了 不过我也不会那么生气了 下一次 明天再和大家说其他新闻